正在奥斯卡兴奋大笑之时 唐三发现又有一团雾气缓缓收敛 当露出里面的人形时 唐三终于看清 那正是史莱克七怪当中年龄最小的 幽冥灵猫 朱竹青 绚丽的红色魂缓出现在朱竹青身上 他同样也完成了自己地久魂缓的洗手 凭借着比奥斯卡原本强 扬上许多的体魄 再加上强大的魂力作为支撑 十万年啼酒魂缓 成为朱竹青视为魂尸最好的结局 看见朱竹青完成了魂缓的吸收 唐三和奥斯卡调转视线 两人不约而同地朝着空中看去 希望能够迎来下一道 自己找上门来的光芒 不过事实证明 运气这种东西 它不是你想来它就会来的 朱竹青有些好奇地 看着正死死盯着空中的唐三和奥斯卡 不禁好奇地问道 小奥 三哥 你们看什么呢 没什么 朱竹青你也成了 怎么样 多少金魂力 奥斯卡无比急切地询问朱竹青 要多谢三哥的海神神力 和那深海摩金王的能量 我九十三级了 真的有一种一步登天的感觉 我从来没想过 不到三十岁就能成为风号斗落 平安吸收魂环就好 反正我们史莱克奇怪 被人看作怪物 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现在我都还记得 当初我们刚到史莱克学院的时候 老师们就说过 史莱克学院只收怪物 不收普通人 不过 就算是弗兰德院长 恐怕也想不到 他培养出来的这些怪物 会怪物这种程度吗 听了唐三的话 奥斯卡和朱竹青不由得都笑 唐三问道 朱竹青 你现在也成风号斗落了 我们又不需要武魂殿的家务 你准备让自己的风号叫什么 嗯 风号无所谓 就用我的武魂来命名吧 就叫幽冥斗落好了 真阴死 奥斯卡撇了撇嘴 朱竹啊 你可是女孩子 你听二哥的 你不如叫灵猫斗落 算了吧 香肠斗落 我自己的风号当然要自己做主 哎 全身黏乎乎的 我要先去清洗一下 说着朱竹青转身朝着山下 被问过去 哎哎哎哎 朱竹青你等等我 我也要去洗 还有什么香肠斗落啊 哥哥我的风号是石神 你要叫我石神斗落才对 好 石神斗落 什么石神斗落 奥斯卡一边不满地叫着 一边向朱竹青的方向追去 看着两人离去的背影 唐三不禁悲笑着摇了摇头 自己实在是太贪心了 出现在奥斯卡身上的情况 恐怕在整个魂世界都是独一无二的 还怎么能奢望这样的情况 也出现在其他伙伴们身上呢 如果是那样的话 那神也实在是太不值钱了 不过 奥斯卡想要修炼到九十九级 还有好远的路要走 毕竟他不能再吸收魂魂 辅助提升魂魂 一切都只能依靠他自己的力量 在这方面 就算是已经成为海神的唐三 也没办法帮助他 不过幸好小奥现在还不到三十岁 以后还有的是世界 以封号斗落级别的实力 活个两百岁也是正常 九十九级应该能够实现 等一切事情都结束后 自己和伙伴们 还是尽量在一起了 这样 不论是奥斯卡在接受 真正师神传承前的修炼 还是伙伴们寻觅神奇 自己也能守顾着他们 至少能让他们不受伤害 唐三绝不允许 增足唐晨那样的情况 再出现在任何一个伙伴身上 别忘了点赞关注评论哦